2013年,王女士在杭州维多利亚医疗美容医院整了牙齿,她说在这之后,她得张着嘴巴睡觉。 王女士认为,这都是因为在杭州维多利亚医疗美容医院整牙导致的。 王女士是泰州人,她说,以前她的牙齿不太美观,2013年,她就来杭州维多利亚医疗美容医院里做了美容观。 王女士说,在这之后,自己的牙齿一直存在咬合不好的情况。 牙齿从正面看还是正常的,仰拍就能看到,上下两拍牙齿之间有明显的缝隙。 王女士说,当时她已经对医院的医生失去了信心,就没有再找维多利亚方面。 后来不那么忙了,她就一直在外面打听。 之后经人介绍,找到了成都一家知名口腔医院的医生就诊。 王女士现在要求院方承担后续的治疗费用。 维多利亚医疗美容医院的范经理表示,王女士刚做好美容观时,闭合是好的,在术后六个月内,他们也进行了多次回访。 我们也有顾客的就是当时做好的照片,就是说说前说后的照片,我们做完的时候,笔合都是很好的。 医生那天看过的时候也比较惊讶,他说六年以后,他看到了以后,他觉得他牙齿好像动过了。 对于范经理提供的照片,王女士并不认可,他认为没有仰拍的照片不能说明问题。 至于调整,王女士表示,在这六年间,他曾经找过杭州一家口腔医院的医生磨过一次里侧的牙齿,但那也是因为牙齿咬合不正才去的。 我觉得如果是我们医院的问题,我们一定会负责到底。如果不是我们医院的问题,我们也会给顾客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。